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唐唐今天来到了台中 不过我们不是要前进工业区 而是要去找好料的哦 因为2014年台湾十大伴手礼的手奖 就是台中的凤梨酥 所以今天唐唐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到底是什么样的凤梨酥 可以在台湾这个百家争鸣的伴手礼市场 闯出一片深路呢 今天赶快跟着唐唐一起去尝先吧 满满的市市人潮 大家你一口我一口 排队等着也要吃到的就是这个 刚荣获2014年台中十大伴手礼手奖 坚持以新鲜凤梨 纯手工制作而成的凤梨酥和牛軋糖 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在台中经营食品业 已经超过了20年的他们说 东西要好吃 要让大家都爱吃 没有第二法门 最重要的就是秉持着 做给家人吃的那份心情 我们的理念哦 我们在做东西就说 自己吃的热的 这么买人 很多人都是没有把这个观念 先摆在你的目标 你的前面 你自己要除得下去才卖人 所以你既然自己要除得下 你的原物料一定要很讲究 我们就只有把我们的本业做好 因为就以老板的一个 董事长一个观念 其实对于品牌的一个行销 我们并不在行 但是我们在行的是我们生产 那我们对于所有的食材的部分 即原物料 我们都可以掌控得很好 这是我们应该要去做好的 就是因为这样的精神 让他们在台中打向名号 但是他们的坚持 可不是只有新鲜健康 口味当然也是他斤斤计较的 重要关键 要当一个贪吃鬼的第一步 就是要先直击人家的厨房 看看这些好料到底要怎么做出来 走 我们在做这个凤梨厨的时候 有一个最重要的步骤 其实就是我们的凤梨内馅 对不对 对 那我们的凤梨内馅 是不是有特别挑过 什么样的凤梨好吃呢 我们坚持使用台农二号 就是所谓的土凤梨 是因为台农二号 它的那个凤梨 它的酸 能带出它的香 那一般市面上就是 金钻它就会 它只有甜 它的酸很少 所以一般我们 我们在吃凤梨的那个香气 没有办法去呈现出来 我们就是要它那种 酸甜酸甜酸香酸香 其实刚闻的第一个想法就是 它有很香的土凤梨的酸甜味 加一点点奶油的香气 对不对 因为我们制作馅的过程 就是完全不添加任何人工的东西 所以其实主打是一个 希望上是天然又健康的感觉 对不对 对对对 非公的剃除辛蕊和阴牙 只选用凤梨果肉最柔软的部分 先将凤梨煮过杀菌 接着还要经过发酵和低温烘烤等等 繁复的步骤 才能将水分及鲜甜 紧紧的锁在其中 因为一般我们不使用心 是因为我们的制法是属于古法 所以我们不使用心 因为我们要给客人吃到的是 凤梨的果肉而不是纤维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心去掉 这些珍贵的凤梨果肉 不只拿来做成凤梨酥 它们更大胆地加入传统零嘴 牛嘎糖里面激发出 独一无二的全新口感 靠着师傅十足的手镜 将杏仁果和凤梨均匀柔和 才能成就这入口即化的香甜 师傅说也因为他们坚持 不添加任何化学香精 因此每一批产品的口味 都会因为当季凤梨的酸甜度 而有不同的风味 吃到的每一口 绝对都是最天然的滋味 当你吃的时候 你尽量在嘴巴里面多主角 它的那个香气会 从你的鼻腔跑出来 你就会真正闻到 那个天然的凤梨的香味 有 刚刚师傅这样一讲 我这口咬比较久 其实它的那个饼皮 饼皮也很香 饼皮好脆 所以配着那个凤梨 你一直咬 整个香味都出来 那师傅我们在吃这个 关火我跟你讲 它真的吃起来 你像在吃凤梨 你像在吃食物 不像在吃食品 对不对 整个很天然 师傅要不要一起吃吃看 用料丝毫不小气 只要一口咬下 就能吃到满满的凤梨果粒 自然的酸香味 甜而不腻 多层次的口感 更多了一份风味 而且为了让消费者 吃得开心更安心 业者也成立了观光厨房 让民众能够亲眼看到 食材及制作的过程 不但为他们创下了高人气 也让来试吃的民众们 赞不绝口 这个皮啊 这么样的酥 这个凤梨 吃下去的时候 那种凤梨的嚼劲 让你真的是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感觉 口感非常的天然 非常的好吃 不会有那种 那种人工的香料的味道 那种比较重嘛 那这个是很天然的凤梨香 台湾在地的味道 就是最幸福的味道 也是他们最想呈现 给所有消费者的 秉持着这样的理念 他们也将持续研发 更多样化的水果甜点 并结合观光茶花园 打造一个舒适的休憩空间 让来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能感受到他们这份 用心与感动